看到的这个效果就是筛选出来 OK 然后它自动出来了 然后再帮我把它删除掉 这个当然过程 因为现在第二次好像又会卡卡的 第一次期望怎么卡卡 有没有 它就会这样这样跑跑跑 有没有 就会有一点点好像卡一下 如果说你不希望 它会有那种卡卡的感觉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在什么 在这个城市的开头地方 有没有 把那个画面更新的那个状态关闭 那关闭画面更新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 就是利用什么 因为Excel 这个画面更新是Excel在管的 那Excel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字不要拼错的话 你点下去就会有清单 如果你点下去发现没有清单 那表示你Application这个单字 打错了 那手机App其实就是这个单字 App就是Application的缩写 其实 只是说被借到那边去 但实际上应用程式不是只有手机上用 其实在我们电脑也很多都是应用程式 那画面更新就是画面的screen 所以你打一个S 其实打一个S就出来了 就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 如果要更新的话就等于True 如果不更新的话就像我们刚刚画面预设是True 就是会更新 那如果我不希望更新你把它Force 然后记得最后一行 请你再把这个画面更新 记得要等于True再把它打开 不然将来所有要更新画面的部分都不会更新 那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 OK所以我们试一下 记得这个 这个应该不难记 这个而且当然蛮重要的 以后你只要遇到什么 遇到就是你那个在执行那个回圈的时候 会有那个画面 只要那个闪来闪去 那个跑一些那个什么更新的部分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那个画面更新的部分把它关闭 OK 开头结尾先关嘛 其实这还蛮简单 等于它会等于Force 有没有 有点像开关一样把它关掉了 最后的话你再按一个等号 它也会开关等于True OK 那其实另外讲一下 Force其实你输入0也可以 True你输入1也可以 比如说你说老师我不要写True 我不要写True 我写1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因为在那个程式里面 它1实际上就是True 0就是Force 0101 OK 就有点像开关 有没有 OK 到底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写法 那你可以试试看 0跟1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会不会有那个画面更新的问题发生 再删除一下 OK 然后更新看看 刚刚可以闪一闪 现在会不会闪 按下去 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会闪动 是不是巧合呢 再按一下 不会了 而且它理论上会跑得比刚刚再快一点点 大概会快 因为 刚刚大概 大概一秒吧 现在大概变0.78秒吧 其实只是概括了 我是之前真的有 在那个程式里面加那个计时器 开头计 我算一下 大概增加至少50% 就是速度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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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